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月博记第五章 这一章是延续昨天第四章的经文 也就是延续以立法 他的说话的记录 当还没有进入到这一章的内容的时候 我想我们先弄清楚一些解经的原则 在读月博记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这样子的倾向 要不我们就会很抗拒月博的朋友的说话 然后我们把重点就放在月博的表达里头 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的解经 可能会有还是会有它的缺陷 我想在这一次跟大家一起读月博记的时候 我会尝试先用一个的方法 就是我们先把经文抽离出来 暂时看一看月博记 就算是他的朋友月博的朋友的表达 看看他当中有没有一些可取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回到月博记的处境里头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平衡对经文的看法 否则我们一看到月博的朋友的说话 我们就说这些的朋友都说的不好 因为到最后上帝要他们来认罪 对不对 月博要为他们祷告 上帝要他们献祭 上帝责备他们 如果我们这样子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错过了 在月博朋友他们的表达里头 其实也拥有一些的真理的部分 只是说那一个的处境放在月博的身上 可能就不完全对了 这是我们在处理月博记的时候 我盼望能够取得的一个平衡的角度 好我们就先看看这一段的经文 第五章这里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 从第一到第七节 然后第八到二十七节 第一到第七节很明显是延续着 昨天在月博的朋友李立法的表达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了一种的情绪 若你还记得昨天第四章的经文的结尾的部分 李立法其实在讽刺月博 说他只是被蛀虫所毁的人 在第四章十九节 然后来到第五章一到七节 这里基本上他是在说 月博的表现月博的态度 好像愚昧人一样 一直在发牢骚 一直不承认自己的错 在这个苦难当中 一直有所埋怨 在怨天尤人 这样子的一种的表达 他说他是一个的欲望人 然后我们看见这是第五章的第一个的段落 那往继续往下看 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 我们就看见以利法就尝试说 他如果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他会怎么做 第八节那边讲说 至于我 他会怎么做呢 经文就说他会寻求上帝 以利法说如果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他就会寻求上帝 他会把一切的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其实以利法怎么知道越伯没有呢 没有交托神 没有寻求神呢 这是以利法的表达 他说如果在受苦当中 人要学习什么 人要学习寻求神 然后第二他说什么 他说神的行事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这是很对的 寻求神也很对的 认识到神的作为奇妙 这也是对的 然后他说到上帝其实会眷顾人的 上帝是会帮助人的 上帝是会拯救人的 比如说在第十五节 他说上帝拯救贫穷人脱离残暴人的手 贫穷人就有指望 然后后面的经文他就谈到 上帝会惩罚或者上帝会审判 但是同时上帝又会扶持 上帝又会医治 比如说因为他打伤又包裹 第十八节 他积伤又亲手医治 你六次遭难 十九节 他必救你 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伤害你 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法 他的表达是说什么 如果灾难发生在他身上 那么他会寻求神 第二他会认识到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作为是超过人所能策夺的 第三上帝会眷顾人 上帝会帮助人 第四他说上帝也会管教人 在十七节开始 我们就看到他谈到管教跟医治 管教跟扶持这种的交替 对吗 他说上帝所惩治的人有福了 不要轻看他的管教 他会打伤你 但是他又会包裹你 他会击打你 他又会亲手的医治你 他会乱你降在这个饥荒当中 二十节 但是他又会救你 脱离死亡 等等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以利法的表达 他说我在受苦当中就要去看 这或许就是神的管教 但是当我们转向神 当我们依靠他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神管教我们 那我们就会这一个上帝 上帝管教我们 上帝也会来扶持我们 上帝也会来医治我们 所以来到第二十七节 他说这个道理 他已经考察本盖 本来就是如此 因此他要说岳伯说 你需要听 要亲自的明白 那前面其实以利法说的很好 在苦难当中 先去寻求神 先认定上帝的作为 超过我们的作为 然后认定上帝会帮助我们 认定上帝会管教 在管教当中 他会帮助 认定上帝 然后寻求他活在神里面 弟兄姐妹 其实如果单单 把这段的经文 抽搐那一个的处境 以利法 然后岳伯的朋友 这第一个朋友 他讲的东西 是非常有道理的 而且给我们一些的方向 好 现在我们要放回到岳伯级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种的表达放回到岳伯的身上 你就会发现到 不是论据对错的问题 而是放错地方的问题 真理 真理当然是真理 但是以利法谈的不是真理的全部 面对面对岳伯的受苦 面对岳伯的受苦 求神帮助我们 联名我们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头 我们仍然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更有更全面的来去看生命 而生命常常是 不是一个单一的面向 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跟软弱 我们需要依靠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给予我们指引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你的确是那位听我们祷告的神 也让我们看见 有些时候我们的眼光 的确是不够的完全 帮助我们 在苦难当中 懂得寻求你 懂得依靠你 懂得仰望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